以维护国家利益之名 哄台票价 百年澳航生育几乎毁于一旦 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讨论一下 最近比较热门的澳洲航空 我们知道呢 诞生于1920年的澳航 一直以来都是澳洲本地航空业的龙头 也是世界上为数极少 在过去60年里面都没有出现 因为飞机失事而出现人员死亡的航空公司 那么澳航最后一次出现伤亡事故 是在1958年 从那以后到现在 虽然经历过无数次惊险的情况 但始终是保持了 零乘客因事故死亡的惊人记录 基本上每年都被评选为 世界上前十大安全的航空公司 澳航呢也成为了澳洲的标志 生活在澳洲的华人朋友们呢 应该都知道 不论是非澳洲境内 还是非国际航线 澳航一直以来都是 以高档航空公司的形象出现 从来呢 不会以价格去取胜 那么在疫情的几年时间里面呢 澳航也经历了无比痛苦的三年 大量的飞机被迫长期停飞 飞行员和空乘人员呢 也不得不大量的失业 寻找新的工作 那么澳航呢 也是停止了原计划的飞机更新 从2020年到2022年 澳航最多时候一年要亏损超过 10亿澳元来维护飞机和地勤等设施 这样的局面呢 一直到2022年下半年才开始逐步好准 那么随着澳洲最赚钱的国际航线业务的逐步恢复 澳航呢 那个时候也终于开始了盈利 并且呢 随着到了2023年初 中国疫情完全的解封 澳航的股价也是随之上涨 那么在股价上涨的背后呢 却是机票价格的同步飞涨 对比2019年呢 目前不论是澳洲国内票价还是国际票价 平均的涨幅都在30%以上 那大家要知道呢 目前的国际油价和当时其实并没有太大差别 可惜这样的情况并没有维持太久 那么就在今年7月份的时候呢 澳航被媒体爆出 其成功地说服了澳洲的联邦政府 以保护国家利益为理由 拒绝了它主要的竞争对手 也就是来自中东的巨头卡塔尔航空提出的增加 非墨尔本和悉尼的还有布里斯班的三条航线 那么这个理由呢 看上去是非常的冠冕堂皇 但是其曝光之后 却令航空业和媒体业是大为震惊 不但社会各界呢 并没有感激联邦政府这所谓的 报卫国家利益的决定 反而呢 是把澳航和他的CEO是放到了火上去烤 也就是逼着他去参加国会的公开听证会 当着全国的面来问一问到底是为什么 那么大家猜一猜 为什么媒体和公众对于政府如此反对 他不但是没有支持他所谓的 这个维护国家利益的这个决定 还是反而会大肆抨击呢 因为这个所谓维护国家利益 在老百姓看来的话呢 维护的是澳航的利益 他维护的呢 是澳航一直以来 或者是过去三年来的高票价 通过减少市场竞争 最终损失的 还是谁呢 买票的消费者 现在疫情已经过去了 但是飞机的票的价格却依然这么高 那为什么就不能引入竞争 让老百姓来获利呢 可以买到更便宜的机票呢 难道说不让他的竞争对手进入 让澳航用这么高的价格来继续维持垄断的地位 每一张票多卖30%到50% 这个就是维护国家的利益了吗 问题是连我都知道这些观点 大家可想而知 在国会的公开质疑中 澳航的CEO居然还是口口声声的说 他每一个决定都是为了澳航的股东 和员工的最大利益来着想 我们知道这哥们曾经一度是非常厉害的 他把一个连续亏损的澳航 是从破产的边缘救了回来 疫情之前当时工会闹事情 宁可他把所有的飞机停飞 也不愿意和工会当时要求提高工资和福利待遇来妥协 但是就是这样的一个事业上挺不错的 居然现在这么没有情商的在国会的质疑中 还是坚持说自己是为了公司和员工好 那等于就是在反向说 我只是为公司服务 我不管你消费者花多少钱来买票 我只要我们赚得多 我们的股价就会涨 我们的股东就能开心 股价越高 我的分红就越多 卡塔尔航空公司的CEO 针对他有这么一番话 就是他为了股东的利益 也就是为了让票价维持在高位 澳航已经将航班削减至疫情前的仅仅50%水平 因此澳大利亚人的票价涨了一倍多 这句话就是卡塔尔航空公司 就是他竞争对手CEO的原话 那么大家来猜一猜在全世界范围之内最赚钱的十条航线中 澳航有没有呢 答案是有的 就那么一条 什么呢 就是只有短短900公里的从悉尼到墨尔本的往返航线 其他九条大部分都是时间超过五个小时的世界主要城市之间的航线 但是就是凭借着垄断和政府的保护 澳航只要飞50分钟900公里 一年光是在这一条航线上澳航的盈利就超过8亿美元 所以说他澳航CEO的确是给股东争取到了最大的利益 但他牺牲的却是澳洲民众的代价 那么让澳洲媒体和民众更加气愤的是呢 他如果是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小公司也就算了 由于他是澳航的CEO 不是那种小的航空公司 而澳航呢 在百姓心中的形象一直代表着是澳洲的精神 所以他这么一说 为了追求股东和员工的最大利益 把澳航在民众中原本的形象几乎是全部毁了 那么这个结局自然是大家可以猜到了 原本计划在今年年底要离职的 那个CEO被迫立刻马上要走人 但是由于呢 他的确给澳航带来了很大的改变 那么根据澳洲媒体的说法 他离职时可以实施的行权 也就是他可以卖掉的那个多年积累下来的股票 分红将会价值超过1亿澳元 虽然这个数目很多 但是对于一个如果能把多年亏损就要倒闭的航空公司 重新救活并且大幅盈利 不得不说他的能力是功不可没 但他就错就错在 临走到了最后的时候 当着公众的面 在国会质疑中 你为了维持高票价 以及澳航在疫情时期各种不公平的条款 他应该做的是道歉 应该做的是维护澳航的形象 而不是呢 给予撇清关系 这就会让老百姓去想 澳洲联邦政府为了保护你 用国家利益作为理由 不让你的竞争对手来 但是你澳航呢 却利用这一点信任和政策 维持高票价 来赚我们民众对你信任的钱 你是不是做得太过分 其实我本人在今年二月份的时候 一直大力推荐 是旅游和航空相关的股票 从旅游公司到航空公司到订票公司 就是基于全球范围内 这个封锁的解除 以及大量人员开始国际上来往 毫无疑问 从今年年初到现在 澳航的确是赚到了这一波的红利 但是呢 也因为其过度的贪婪 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相信未来的话呢 将会有更多的竞争者来到澳洲 参与和澳航的竞争 那么在最新出台的 对于澳航和它主要的 悉尼机场的限制政策里面 已经通过了一项新的决议 就是改变现在固定停机位分配的政策 逼迫着澳航必须让飞机呢 飞得更勤快 才能获得更多的机位 不再像以前一样 可以躺平不动 我也可以霸着这个机位 不让其他竞争对手来用 那么现在问题来了 如果你是投资者 现在澳航因为一系列的问题 但是不是财务问题 是公众形象的问题 其股价在短短一个月之内 已经下跌了20% 你觉得未来澳航的股价 是会继续下跌呢 还是说这个时候 或许是一个不错的进场机会呢 好了 今天就是我们关于澳航的节目 如果你对我们的节目有兴趣的话 记得三连关注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感谢您的观看